打开飞机盒 首先看到的是桌垫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寇豆尺 之后凉馅会用到哦 在开始之前将桌垫铺好 防止桌面受到损伤 工具包 材料包 收到材料包之后 先来看一下皮的正反面怎么区分 以这一张皮子为例 面的孔味是比较大 而且比较圆润的 背面的孔味是比较小 并且没有这么圆润的 而且从皮的颜色上也可以区分 正面是比较亮 比较光滑的 背面是没有这么亮的 另外这几张皮 正面是像帆布一样的纹路 背面是光面的 知道怎么区分皮的正反面之后 拿出数字编号贴 按照我们的皮料编号表 把数字编号贴贴在皮料上 以便后面区分皮料 注意二号皮三号皮跟四号皮都是有两张的哦 去分完皮料之后 我会用做包的第一个步骤来教你缝制这个包包 前需要学会四个基础步骤 量线穿针缝线收尾 学会这四个基础步骤 后面所有的缝线都是按照这四个基础步骤来哦 第一个步骤 需要把两张二号皮分别缝制在一号皮左右两边 注意第一个步骤使用灰色线缝制哦 缝制两段线段所需要的垃线长度 取一号皮这一段直线的两倍 也就相当于55厘米长 这里要缝左右两边各一段 所以需要取两段55厘米长度的垃线 比如这样比一下是一倍 以此类推数两倍 后面所有的缝线都是按照这个方法哦 剪断垃线的时候稍微剪成一个斜角 这样方便后面穿针 我们使用的缝线方法是双针缝法 所以现在两头都需要穿上针 先把一头线穿过针眼 拉出一小端线 拿手指把线摁在桌子上 针尖直接从拉出这段线的中间穿过去 短线往上提 拉紧长线 再扯一下短线完成穿针 另外一边同样的方法操作哦 穿好针之后 先把其中一张二号皮叠在一号皮下方 对于位置上 旁边可以拿叶尾夹线固定住 把针穿入第一个孔位 两边的线分配的一样长 下方的针从旁边第二个孔位向上穿 线摆到下方拿手指摁住 上方的针从旁边第二个孔位向下穿 完成一次交叉拉紧两条线 后面都是统一这个缝线步骤 下面的针向上穿 上面的针向下穿 需要注意一个要点的就是 下方的这一根针穿上来的时候 开始是摆向下方的 后面都这样统一摆向下方 摆向的方向统一 缝出来的线剂才会工整好看哦 缝完所有孔位直接往回倒缝两针收尾 注意这里收尾的时候 这个线节要缝成一个等于号哦 这样这个线节才会更加美观一些 然后把两根针都穿在皮底下面 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收尾咯 这里两根线段 其中一根我会教你怎么用打火机收尾 因为打火机我们没有办法邮寄 所以需要你自己准备一下哦 另外这一边我教你怎么用502收尾 后面你选用一种收尾方法就可以了 首先使用502收尾 我们502的话是不可以直接对着皮操作的 需要先准备一个不要的小盖子或是卡片 把502胶水滴在外面 然后拿一根备用针或者牙签 沾取少量502胶水 把它点涂在要剪断这个蜡线的线节上 孔位以及旁边的蜡线上 注意502一定要少量多次使用哦 等502稍微干透了之后 我们再剪断蜡线 剪断蜡线要剪干净一点哦 这样就完成收尾了 另外一边使用打火机收尾的话 剪断蜡线 需要留2-3毫米左右的线节 拿出打火机 把火的力度调到适中 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 拿火的边缘 轻轻地把这个线节给它烧下去 火的边缘一靠近 这个蜡线就会烧过去了 融化了之后 再把它摁平 粘在旁边的蜡线上面 这样就完成了打火机收尾咯 如果你是使用一种方法的话 就是两根线都是同样的一个操作方法 收完尾之后 这个步骤就制作完成了 脱包的四个基础步骤也交完咯 下面我们用另外一边来重复练习一下这个步骤 把另外一张二号皮叠在一号皮的下方 对应位置上 红着一段线段 然后线穿好针之后 先把针穿入第一个孔位 两边的线分配的一样长 下方的针从旁边第二个孔位向上穿 摆下来之后 拿手指摁住这根线 上方的针再向下穿 以此类推 缝完所有孔位 再倒缝两针收尾就可以咯 来这里已经缝完所有孔位了 直接往回 倒缝两针收尾 收尾的时候缝成一个等于号哦 剪断拉线之后 拿打火机把这个线结烧下去 另外这一边也制作完成啦 下一个步骤 分别把两张三号皮 缝制在肩带左右两边对应位置上 这里的话需要使用棕色线缝制哦 缝这个位置所需要的蜡线长度 取这一段直线的五倍 也就相当于45厘米长 这里缝制的时候呢 需要先把三号皮穿进去 折叠过来之后 分别缝制两段线段 所以这里一共量四段45厘米长的蜡线 两号线穿好针之后 先来看一下具体怎么操作 首先这里三号皮是正面 正面穿进去的时候呢 是扣在肩带的正面的哦 怎么区分肩带的正反面 可以看到这个扣子 朝上的这一边就是正面 到时候是这样子 背的时候呢 这里是里面 这里是外面 所以三号皮穿上去的时候呢 是从外往里穿的 先看一下这个部分缝好之后的样子 到时候呢这里是侧边弯进去的 所以这边是正面 对应着肩带的上方 这样子穿进去 这里不要搞错咯 先把其中一张三号皮 折叠一下穿过去 翻过来对好孔位之后 先缝下边的这一段线段 缝线方法也是按照刚才一样的 双针缝法去缝制哦 缝完所有孔位 倒缝三针收尾 因为这里是肩带受力部分 所以需要加固一下 缝完之后 剪断拉线 拿打火机固定一下线结 上面这一段线段 同样的操作方法 缝完所有孔位 倒缝两针收尾 收完尾之后 这一段线段也缝制完成咯 另外这一边 同样的方法操作 一定要注意 皮穿进去的时候 这边是正面 肩带也是上方 然后这样子穿进去的 不要搞错咯 另外这边也缝制完之后呢 这整个组件就制作好咯 下一个步骤 需要把二号皮组件 跟三号皮组件缝制在一起 这里是三号皮组件 缝在二号皮的正面 对应位置上 缝这一段线段 这里一共是两边 另外一边也是一样 需要绕过来 把三号皮缝制在二号皮 上方的对应位置上 这个位置所需要的 蜡线长度 取三号皮 这一段直线的六倍 也就相当于55厘米长 这里一共缝 左右两边两段 所以一共取 两段55厘米长度的蜡线 凉好线穿好针之后 先来缝制第一边 先把其中一边的三号皮 叠在二号皮的上方 对应位置上 拿一尾夹夹住固定 在正常开始缝线就可以了 缝完所有孔位 倒缝两针收尾 这边缝完之后 另外一边 同样的方法操作哦 这里缝完之后 这个组件就制作好咯 下一个步骤 分别把两张四号皮 缝制在五号皮 正面对应位置上 缝制四段线段 缝这个位置 所需要的蜡线长度 取四号皮 这一段直线的三倍 也就相当于90厘米长 这里一共需要缝四段 所以取四条90厘米长度的拉线哦 量好线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怎么操作 这张皮对上去之后 你可以发现 左右两边是各多一个孔位的 我们需要从这里 单针多的这个孔位 这里开始起针 缝过来 缝到第十二个孔位的时候 后面这一排孔位 都是单独缝制的哦 来看一下成品 这个位置第一针起针 是从旁边最后孔位开始缝的 缝过来之后 第十二个孔位 下边这里是单独缝的哦 我们来看一下实际操作 先从五号皮这里 第一个孔位 单独的这个孔位穿过去 两边的线 分配的一样长 下方的针 从旁边第二个孔位 向上穿的时候 需要加上四号皮 这里是正常缝线 缝到第十二个孔位的时候 待会暂停一下 看一下这里 怎么单独缝这一张皮哦 好 这里已经是最后一针了 也就是第十二个孔位了 穿上去的时候呢 连接两张皮 原本在上方的这一根针 穿下去的时候 需要从两张皮的中间 穿出来哦 注意看一下 穿出来之后 单独缝制四号皮的这一排孔位 也是一样 正常一针上一针下 这样子交叉缝线就可以了哦 那三段线的步骤也是一样的 缝完第十二个孔位的时候 下方的针向上穿 穿过两张皮 上方的这根针 是从两块皮的中间穿出来哦 缝完所有孔位之后 一样 倒缝两针收尾就可以了哦 另外这三边 同样的方法去操作就可以了 缝完所有孔位 这个组件就制作好咯 下一个步骤需要把五号皮 六号以及七号皮组件 给它缝制在一起 这里缝制的方法注意看一下 这里是七号皮的拉链 五号皮叠在七号皮拉链的 对应位置上 七号皮拉链上方下方 各有一个大孔 对应的是五号皮组件 第一跟最后一个孔位哦 叠上去之后 再加上六号皮一起 缝这一段线段 缝制段线段所缴的拉线长度 取六号皮这一段直线的五倍长 也就相当于一百七十厘米 这里是用灰色线缝制哦 凉好线穿好针之后 先把六号皮缝制在七号皮的 对应位置上 注意六号皮是叠在七号皮上面的 缝到第一个大孔的时候 需要加上五号皮组件一起缝制哦 注意这里千万不要漏了 缝制到左右两边 其中一个大孔的时候 都需要加上五号皮组件 前面这一小段的话 就先按照正常的双针缝法 把它缝起来先 缝到这个大孔的时候 要记得加上五号皮组件一起缝制哦 五号皮堆进去的时候 这里第一个孔位是 刚好是被车在一起的 要注意看一下 这个孔位不要漏了哦 这里是有一个孔位的 隔壁呢 还有一个孔位 到这里就是三层皮一起缝制咯 如果说一次性 穿不过去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分三次来穿 缝完所有孔位 往回倒缝两针收尾 收完尾之后 这个步骤就制作完成咯 下一个步骤需要把一号皮组件跟七号皮组件给它缝制在一起 缝最大的这一圈线段 缝这圈线段所需要的腊线长度 举这一段直线的八倍 也就相当于270厘米长 这里是使用灰色线缝制 一共需要缝两段 所以取两段270厘米长度的拉线 量好线穿好针之后 来看一下具体操作 首先这个包包缝到最后是要翻过来的 可以看到这里是这样子翻过来的 所以我们缝的时候呢 需要这样子对缝 对皮的方式 你可以看到 这里是正面对着正面的哦 好 首先先把七号皮组件 这个拉链给它拉开 拉开之后把这张皮翻过来 翻过来之后 把一号皮组件也翻过来 这里是正面朝向里面 缝这里这一大圈哦 我们先从这边开头 来仔细看一下对皮的方式 这里是皮面贴着皮面的 待会缝另外一边的时候也是这样操作哦 最好孔位之后 先来看一下第一针锁针怎么操作 先把针穿入第一个孔位 两边的线都分配的一样长 拿上面的这一根针绕到下面 从第一个孔位圆孔位穿上去 拉紧之后就形成这样一个小圈 这里给它锁两针固定开头 从上往下绕 绕一圈 从第一个孔位圆孔位给它穿过去 再拉紧线 这样就完成锁针咯 锁完针之后 后面按照正常的缝线方法去缝线就可以了 一整圈缝完之后 也是需要锁边收尾的 到时候我会给你示范一下 好 这里缝完所有孔位之后 需要锁边锁两针再收尾哟 拿到上面的这根针 从第一个孔位 也就是最后一个孔位这里穿过去 绕一个小圈圈 这里需要锁两针哦 到缝三针收尾 那打火机固定一下线结 从一边就制作好了 接下来我们把另外一边缝制起来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刚刚缝制完其中一边的时候 这个拉链的位置呢 是在肩带的里面的 现在我们需要把这个拉链 调到肩带的外面 怎么操作呢 只需要把五号皮 拿起来 然后从肩带上方穿过去 抽出来 这样子转一圈 再从肩带的底下 给它转回去 这样这个拉链呢 就是在肩带的外面的 然后呢 再对好皮 正面对正面 缝剩下的这一圈线段 一定要注意 拉链是要在肩带的外边的哦 同样的第一针跟最后一针 都是需要锁针加固的 红完所有孔位 先锁两针 然后再到缝三针收尾哦 收完尾之后 这个包包就制作完成了 我们来进行最后一步 把这个包包翻过来 首先我们需要把四个角 给它往里面摁 先摁脚 再翻包包 把脚翻进去之后呢 把边边这里给它转过去 然后再整理一下包包的形状 所以缝完包包之后呢 需要拿纸 或者说一些不要的衣服 书本 把这个包包的形状 定型填充起来 稍微有点痕迹的话呢 也没关系的 过几天它会自动反弹的哦 整理好包包之后 先填充 然后再盖上盖头就可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